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在移动互联网营销时代下 各种推广服务可以供企业选择 但是每一种服务的背后都有着一定的收费情况及见效 很多企业都明白 想要获得较好的收益 就必须提高网站的排名 增加曝光的机会 一 SEO 服务公司怎么收费 不同的 SEO 服务公司优化的方式都不一样 收费的方式自然也不一样 不过正规的 SEO 一般都是按照关键词的指数而收费 关键词的指数越高 收费越高 但是也与企业选择的服务有关 不同的服务与需求有着不同的收费标准 如半年的 SEO 优化服务 与一年的 SEO 服务等费用都存在差异的 但是 纵横 SEO 指导 费用并不会是企业所在意的事情 在意的是能否为他们带来优化的效果 可是 获得效果的前提需要找到一家专业的 SEO 服务公司 2. 怎么判断 SEO 服务公司是否专业 1. 是否有详细的可行性方案 SEO 优化并不是沾手即来 是需要结合整体网站的具体情况 进行分析 诊断 存在的问题 再制定出详细的可行性方案 这样才可以确保所优化能带来明显的效果 2. 能时刻监控流量变化 移动互联网营销的过程中 很多事件的发展都是成动态的 所以 专业的 SEO 服务公司会有专人监控流量的转向 如跳出率 停留的时间 访问的页面等等 综合分析 3. 能结合用户的爱好需求 总之 专业的 SEO 服务公司不是对任何企业都采取统一处理的 他们都会有一定的针对性 就像纵横 SEO 我们能在三个月内 把网站的排名优化到前十位 而且还有专业的人员 对企业进行一对一的指导 确保所提供的服务能获得较大的转化 有没有成本更低 更快速度完成Google排名推广的办法呢 答案是有的 在视频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 采用关键词布局加视频内容 在同等常委词条件下 视频能秒收录且排名靠前 有很多朋友会说 拍视频的成本太高 海量生成不现实 所以 今天推荐一款SEO神器给大家 CAT Video 采用AI引擎 关键词布局加自动生成海量视频 并同步发布全网社交媒体 帮你捕获精准客户 1号房 10号房 两号房 2号房 21号房 7号房 2号房